科技的确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 但也引入了很多风险和漏洞 由于科技发展得这么快 我们很容易造成对科技一种的依赖 以为科技可以帮我们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 一不小心 其实骗徒就会攻入我们的电脑 去盗取我们的资料 和骗出我们的金钱 要防范这些科技的罪案 我们最好一早做一些求证的机制 不要有电脑帮我们做出一些决定 没错 有怀疑就要确定身份 比如在电邮上看到你们的生意拍档 叫你入钱去一个可疑的银行户口 那你们就必须打电话去你们生意拍档 以核实这个讯息的真确性 以免受骗 由于近年科技罪案和网络安全事故的数字 急剧上升 为了维持本港网络环境安全稳定 科技罪案组经以扩大人手编制 并且升格成为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科 警队是有决心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网络环境安全及稳妥 而面对日益复杂的科技罪案和网络安全威胁的挑战 警队是会制定长远的策略和目标 提升人员的专业能力 为了应付挑战作好准备 除了自投网网片中提到的 裸疗勒索和电邮骗案之外 智能电话亦都是骗徒骗财的其中一种途径 如果收到有亲友要求代为救命的信息 就要特别小心 怎么办 搞错啊 死了啦 拜托你不要整天挂着我打机啦 那不是有什么要做啊 想想怎么赚钱可以不可以 你这么聪明 你想吧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Hello的apps 你不要当我这么勾才行 沟通平台嘛 我早就有啦 聪明 我又想到一个赚钱的大计 我在电脑那里 在Hello平台那里 我把赚钱拿回来 那便有辦法赚钱啦 看你不明白啦 我再试开试试给你看 弟弟 ? 無緣無故去便利店買什麼點數 好吧 有這裡有這裡 傳過來 是呀 都是你好東西 但我們也不用點數 有什麼用 我們不用 我把點數便宜一點賣出去 很多人要 對呀 反正這麼容易 叫他買多幾張點數卡 也好 等我來 剛剛才買完點數 又買? 喂 姐姐 弟弟 我剛剛才幫你買完點數 為什麼又買? 什麼點數? 我都沒有找過你 蛤? 剛剛誰叫我幫他買? 你不是被騙了嗎? 使用社交媒體的確會帶來方便 但在用的時候就要提高警覺 首次片段中 這類的社交媒體騙案 在近期又發生多了 就這方面的問題 今天就邀請到商業長調查科科 科技組同事 跟我們講解一下這類案件的手法和趨勢 是Bony 其實警方在2014年頭10個月 共接獲826宗與社交媒體有關的騙案 而當中涉及片中手法的騙案 就有583宗 受害人的年齡由10歲至68歲不等 牽涉的金額總共約港幣316萬 其實警方也都留意到同類型的案件 在2014年9月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而當中更加有受害人 被騙徒騙了10萬港幣 其實針對這類案件 最近有沒有新手法呢? 近期涉及有關入侵社交媒體 例如即時通訊軟件 而騙取點數卡的犯案手法都差不多 騙徒除了要求受害人去購買點數卡之外 他們最近更加要求受害人去幫他們進行網上充值 例如進行網上購文 又或者購買一些流動應用程式等等 其實騙徒除了入侵受害人的即時通訊軟件之外 其實很多時騙徒也都入侵受害人的電子郵件 從而得到更多受害人的個人資料 例如電話號碼或密碼等等 這些騙徒可能會干犯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或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以取用電腦等罪名 就以上的罪行一經定罪 最高可判處監禁10年 Madam 啊 就此案件 你有甚麼要向大家呼籲 由於同類型的騙案 在近期有上升的趨勢 警方在此提醒市民 如果在使用社交媒體上 有朋友要求大家作出一些金錢的交易 特別是購買點數卡 又或者進行網上衝擊的時候 就必須要核實對方的身份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打電話給對方 至於在防止戶口被盜用方面 大部分的社交媒體軟件都會需要用戶設定密碼 但如果用戶沒有去設定的話 這些媒體就會預設一些簡單 又或者容易被騙徒撞中的密碼 所以大家謹記去作出相關的設定 至於電郵方面 大家可以到你們的電郵上 啟動雙重認證 也不要隨意開啟一些不明耐力的電郵和附件 最後大家應該避免在不同的平台 使用同樣的密碼 以免招致無謂的損失 日前有介款車 在灣仔告示打到丟失大量現鈔 到目前為止 還有部分鈔票下落未明 就是這組案件 希望大家幫忙提供消息 尋回失鈔 我現在身處灣仔告示打到 和市超越道交界 在2014年12月24日 下手1點40分至1點50分左右 在大家所見到對出這個位置 就發生了中介款車失線案件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資料給警方 在安法時 一架作現金的介款車 使經灣仔聯合六島大廈 對出馬路時 有三架作現金的交箱 在一架車上 掉落在馬路上 有部份現金被陀京市民撿走 經過點算後 法國總共損失港幣 一支523萬元 全部都是屬於中國銀行 印製500元免領的鈔票 而有部份失款 近幾天陸續有市民交給警方處理 現在警方呼籲大家 在2014年12月24日下手1點40分至1點50分左右 有沒有市民目睹案法經過 又或者有與案有關的短片可以提供給警方 有各位請盡快聯絡 灣仔警區重案組第二隊 電話號碼是3660-7546 3660-7546 最後提提大家 麻煩大家在當日收到遠岸有關的鈔票 應該盡快交給警方處理 否則有機會干負了盜洩罪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監禁10年 在2014年12月2日 凌晨1點50分左右 在航行七咸道北 現在大家所見到這個位置 就發生了嚴重交通意外 希望大家可以幫手提供資料給警方 案發的時候 一個白色私家車 沿著七咸道北 往觀塘方向行駛 當駛到近沙中線地盤 對出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還有一名19歲的男子 這名男子身體多處受傷 並送醫院搶救 多日後證實死亡 現在警方呼籲大家 在2014年12月2日凌晨1點50分左右 有沒有市民途經 鴻幸七咸道北 更沙中線地盤對出這個路段 而有沒有案發經過呢 有的話請盡快通知 西九龍交通意外特別調查局 第一隊 電話號碼是2773-5200 2773-5200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出發 一簽名 四年 五月 五月 三月 五月 六月